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Fat Justice 今天呢,我要教大家做脆肉炒蛋 不是炒蛋,是煎蛋 我们要准备的材料呢,就这些罢了,很简单 所有的成分,我会写在 description那边 让大家参考参考 好,首先就打我们的鸡蛋,进入我们的红葱头和蒜米内 今天我选用三粒鸡蛋,因为我们的切肉特别多 搅拌之前呢,我们就加一些我们的鱼露 加一点点胡椒粉 现在我们就来打一打我们的蛋 大大力的打哦,不必怕它痛 打到它均匀,打到我们的红葱头和蒜米 搅在一起 打到均匀过后,我们就加入我们的脆肉 然后呢,我们就继续打 让鸡蛋和脆肉,红葱头蒜米 融合一体 打成这样就OK 好,现在我们准备我们的锅和油 倒入食物油 火候呢,现在开大不用紧 因为我们要快快将锅和油 热热它 油热了过后呢,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鸡蛋和脆肉 倒入我们的锅内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调我们的火 变成中火或者小火 然后呢,我们就用叉将旁边的那些已经熟了 硬了的鸡蛋呢,往内推 这样呢,我们的鸡蛋就很快熟 这个动作呢,非常重要 记得我们煎的不只是蛋,还有脆肉 如果脆肉不熟的话,吃进去就不好了 过后呢,我们就将浆盖 盖在我们的锅上 为了让我们的鸡蛋更快熟 我们大概用三分钟时间 过后我们开我们的盖 检查一下我们的鸡蛋底下 有没有烧焦 如果OK了,没有烧焦 现在我们就准备一个碟 为了要转那个鸡蛋 怎样转呢,就看看吧 其实不简单 因为它的锅很热 我很担心说手会碰到那个锅那一边 烫到就会很痛哦 所以说我就试试看 就变成这样,然后呢,倒下来 鸡蛋呢,的后面就会在上面 过后我们就将鸡蛋 推回我们的锅内 啊,就变成这样 其实看似容易,可是呢,一点都不容易 因为担心那个锅啊,会烫到手 所以说,谁有这样做呢,就要很小心 过后我们又将盖 盖回我们的那个锅 让我们的鸡蛋更加熟 这样的做法呢,我们的鸡蛋出来呢 就是完美无缺 一粒大大圆圆的肉脆鸡蛋 这样盖住呢,大概三到四分钟就可以了的 记得要小火,然后呢,开出来 哇,看是不是很漂亮呢 现在就可以关火 准备放进我们的盘上了 放在盘上呢,比较容易 只是,啊,瞧一瞧它 摇摇它,然后这样 放在盘上 哇,简单是不是 比跟刚才 转那个鸡蛋 是不是这个来得比较简单 哈哈,可以试试看 好了,我们的脆肉 简单 如果要给它漂亮一点呢 我们上面可以加一些香菜 或者虫 或者添椒也可以 谢谢您非常非常非常辛苦 谢谢您非常非常非常感光 您看我的视频 记得去按按按赞 和按按钮的按钮 铛的按钮 我贴 谢谢